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工作室扩展业务版图 拿下电影设置许可 还能开演唱会 近日 娱乐圈再次掀起了一股 关于肖战工作室扩展业务版图的热潮 简言之 就是拿下电影设置许可 还能开演唱会 据起查查显示 肖战工作室关联公司北京 主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生了重大的工商变更 令人瞩目的是 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 新增了电影设置服务 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 以及营业性演出等多项业务 这一变革不紧张显了肖 战工作室在业务上的雄心壮志 也预示着其在未来娱乐产业的深度布局 首先 电影设置服务的加入无疑 为肖战工作室打开了全新的创作领域 众所周知 肖战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人 已经在影视歌三期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此次新增的电影设置服务 或许意味着肖战将亲自涉足电影制作 或是为其他电影项目提供制作支持 无论是哪种情况 这都无疑将进一步提升肖 站在影视界的地位与影响力 其次 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的引入更是 展现了肖战工作室在人才培养和资源 整合方面的远见 作为娱乐圈的重要一环 经纪人服务对于艺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肖战工作室通过增设这一服务 不仅可以帮助自家艺人更好的规划职业生涯 也有机会为其他艺人提供发展平台 进一步拓宽业务范围 而营业性演出的许可更是 为肖战工作室增添了一张有力的底牌 随着演出市场的日益繁荣 营业性演出已经成为了许多艺人展示才华 吸引粉丝的重要途径 肖战工作室通过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不仅可以在舞台上展现自家艺人的风采 也有机会与其他优秀艺人合作 共同打造精彩的演出项目 回顾肖战的演艺生涯 不难发现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而有力 从陈情令中的魏无限到斗罗大陆的唐三 再到王牌部队的顾一眼 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 表现在影视圈赢得了广泛认可 而肖战工作室此次的工商变更 无疑是对其个人能力的有力补充和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肖战工作室关联公司北京 主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在此次变更之前已经取得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这充分说明了其在合法合规经营方面的严谨态度 同时 该公司注册资本位100万人民币 也显示出其在资金实力上的雄厚基础 总的来看肖战工作室此次新增的电影设置服务 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以及营业性演出等业务 无疑是其全面发展 进军娱乐圈多个领域的重要一步 这一变革不仅将为肖战个人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也将为整个娱乐圈注入新的活力与创意 我们期待着肖战工作室在未来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演出 同时也希望肖战能够在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卓越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